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怀轩 好 今天算不算是柯P喊出来的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要拼最后一块版图 今天算不算完成呢 因为今天柯宋见面了 好 见面了 我们所看到的是柯P还在当场去邀了宋楚瑜当首席顾问 好 那当首席顾问 没关系 马总统不请你当行政院长对不对 好 那我请你来当首席顾问 那相较之下是不是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更重要的是两个人会面的时候呢 宋楚瑜意在悬外讲了一个说 大家都说金钱是魔戒 有没有 戴上去以后 除非把手给剁了 要不然呢 拿不下来 但是权力是更大一个魔戒 在说谁呢 是不是在说给柯P听吗 还是在说给权力更大的人听呢 好 如果这样讲的话 大家都来说 当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主席呢 辞了国民党主席以后 现在是带主席 大家都来看 谁要来抢这样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能够把国民党 未来戴上2016能够胜选吗 或是在未来 更重要能够长治久安吗 就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呢 大家也看到 国民党里面也针对这一次 怎么会败 大家要不要开一个检讨会 来讨论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看了媒体的话 你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好 那个国民党大检讨 先来看的是 它上面写的是 大环境不佳呢 骂马成为险学 国民党的败战检讨呢 愿的是晚军的 就是网军就对了 还怪的是媒体啊 好 但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呢 我们政府都做到了吗 就像包括了 卖的是101持股 顶薪赚191亿啊 只需要缴税10亿元 另外这油价下跌的蓬环呢 告诉大家说 这物价也应该要降 那么还说要可以给业者 一些时间等库存用完 再来降价 还有包括店价 这个时候我们所看的 这个部分呢 就看到要回应了 终于是回应这个 栏尾的建议就说啊 已经请这个经济部长啊 来检讨有关这台电的盈余 那么这是毛魁呢 就严议要降 店价并且回溯 好 那今天还有一件大事 今天呢是毛内阁 正式成军 好 先是就职 甚至就职的时候 也有一个新闻就直接出来 就讲说 当初现在的傅格魁 OK 傅格魁张善政 好不好 就讲当初要找 这个傅格魁以前 是马总统 还有国安会民主长 金普冲 有帮毛魁去找一位媒体人 来当傅格魁 如果这样的话 马总统真的要把权力示出来吗 摩西真的要交棒给约书亚吗 还是其实你们在台面上 我来当背后的淫污者 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头吗 如果真的要检讨败选 表哥不要怪婉君表妹了 真的 要不要看一看 当初过程所有的施政 为什么会让明星有这样的一个相背呢 现在如果还要怪这些的话 我们再把这些问题来看一看 如果当顶星说要把101的股权 卖给资源在马来西吧 那家公司的话 你觉得台湾人心里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 好 这些事情会不会都是这次选战 会败选的一个原因呢 如果这些都想不通 未来2016到底会怎么办 媒体上面有人告诉你 那时候不是讲一个叫骨牌 一个叫钟摆吗 会怎么摆呢 好 接下来看看 今天的报纸上面直接写的是说 这第三次地方包围中央 那么前两次出现政党轮替 2016钟摆再度转向吗 好 那真的会再转向吗 如果这次地方包围中央转向以后 就当到民进党执政了吗 会是这样吗 来 我们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爱宾 现在将是立法委员陈协胜 大家好 那是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太顺 大家好 那是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是立法委员陈廷飞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是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The Now News总编辑康仁俊 说好 说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树行政院长应信也宣告将内阁时代告一段落 将一化以前不后继无怨无悔 作为过去六年半公职生涯的助教 一化个人的才智有限 无法超越种种的限制 创造出更多令民众满意的施政成果 国民党大选惨败 将一化扛下了执政不利的责任 但党中央邀及现实党部主委检讨败选原因 却有人怪起了是媒体不友善 及网军的造谣抹黑 网络的这个媒体 几乎把现在的执政团队都抹黑成 好像一无四处 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因事之二 美其民说要检讨 但不见反攻自省 炮口反而都对外 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最重要还是我们很多的政策 是不得民心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检讨自己的 败选检讨 看不到党中央改革决心 立愿党团喊出党团要自主 未来恐怕不再听命马总统 后马时代 新任党主席面临难产 吴敦义 朱立伦 胡自强 连副主席洪秀柱都被点名 却没有人敢率先往前冲 蓝军大将各自盘算 最终谁能得胜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权力难道真的就是电影的那个魔戒 拔都拔不掉吗 那为什么今天宋楚瑜跟柯P在会面的时候 会意在选外的 说了这么一句 金钱是魔戒 那权力是更大的一个魔戒 到底在说给谁听 国民党内部现在真的乱成一团 还是其实乱中有序呢 来 凯旋 好 来看的是这里面 真的是有所谓的魔戒的诱惑吗 来看看这个马总统是要给约书雅 这个人又是谁呢 这个好戏是不是还在后头呢 不要只看到在今天宋主席他说这番话 他说金钱是魔戒 权力更是魔戒 而在国民党里面我们来看到呢 马总统他就说过 他说摩西亚虽然没有能够带给百姓到达应许之地 而是交棒给年轻的约书雅来完成 而这时候大家要看约书雅到底是谁呢 现在包括这个党主席的部分 我们看到吴对应是不参选啊 有人说是不是以推为进呢 来看好罗宾的话说是没有打算呢 是不是有另有盘算 另外再来看的是这个朱立伦说的 我不会忘记我是党员的责任 但是我该说的话已经说了 现在是做事的时候 希望我们全党上下 多多做事少说话 大家也都在看他到底是不是有意要争取 这位就胡志强他则说啊 希望比我优秀的人出来选 如果有我当然不会选 那么大家也在看是不是有意要争取 而这时候红秀柱则说 他说我现在都快疾风了 要赶快找人出来选 而至于蓝伟则说 马总统不要管了 红秀柱接大家会服吗 而这时候还有这个国民党 这台北市议员李星告诉大家说 他说他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要请马总统退党辞去总统职务 而现在我们更可以看到 现在所看到什么党政平台 是不是回到了1997年的模式 现在这党政平台这里面 开的会议当中的汇报的成员 包含了这马总统 吴副总统 还有这毛治国 以及红秀柱 以及代理中政策会执行长 贝宏泰 偏偏就是排除了王金平 而现在这国民党 现在要求是要党团自主 也就是说未来 在这个行政里面 一些重大的法案 必须要先经过 党团的委员长所举行的会议通过 才能够去列为 这个党团支持的法案 如果有争议的一些 重大法案的话 就需要党团大会出席的立委 有三分之二通过 行政才能够推动 还有只考虑有选票的政策 那我们就看到 2016是不是大难各自纷飞 好 任俊 直接请问一下 马总统在辞掉 国民党党主席以后 真的尤其在党这一部分 退居幕后吗 可是以政来讲的话 包括刚才我们前面讲 如果要连副隔魁 我都想办法先帮你找一找 难道真的会把权力 真的下放吗 还是权力的滋味 一旦尝到了 放都放不掉 媒体里面第一时间 就写到了这一个 你知道当时在传 这个隔魁人选的时候 就曾经有国民党立委 卢秀燕就抛出来讲说 希望让一个媒体人 广播的媒体人 能够出来阻隔 大家其实压根都没想到 用学者也OK 用媒体人阻隔这件事情 倒是破天荒第一次见到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自由时报 就把它写出来说 原来这个张善政 要出任副隔魁之前 这个媒体人 我们就讲 就要召召他妈 就接到了金普冲的电话 然后就直接问他说 有没有意愿要征当这个副隔魁 那结果赵绍康还跟他讲说 这又不是老板说错 据说马上就接到三通 马总统的电话 其实在那个有一个夜晚 我们曾经切 就是大家有在揣测说 吴敦一有没有可能会 辞掉副总统接隔魁 那个时间点 我们其实大概就已经得知到说 赵绍康曾经跟了 辅方的高层 通了30分钟的电话 那个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已经有掌握到这个讯息 所以现在如果回到 五哥的那个问题里面 如果连赴隔魁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务 他理论上应该也不是 总统的职权 我应该就是我隔魁 自己找一个 这个是我的权了 如果连总统这个事情 都要先介入 我先帮你找好副手 我实在很难相信说 毛治国你会有多大的作为 在这个地方 你要就放手 所以我也觉得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这里面 有看到很多国民党立委的讲法 如果今天真的 国民党立委认为说 毛治国是不适合组阁的 请你比照当年连赞的模式 你就把它列为立法院 不受欢迎人物 不要让他到立法院 去施政报告 你今天一大堆的国民党立委 现在在那边拼命骂 骂说毛治国就是一个 不适当的人选 他以前做了很多事情 都做不好 那然后呢 如果他倒一样去做施政报告 你定的那些什么 党团自主的原则 我说说要逃党团那么多年 哪一件事情 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所过的 重大的法案 需要党团大会出席 上面之后通过 后来连党团大会 就大家拉到国民党中央去开了 还不是由马总统出来 讲完之后 还不是就过了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今天国民党立委 真的认为说 要求总统把这个 所谓阻隔的 这个好 你今天找了毛治国 然后呢 你需要给他充分授权 可是你们完全不信任他嘛 那就不要让他 要到立法院施政报告 你就做给民众看 那另外我会觉得就是说 以马总统来看的话 现在大家会对他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信任 比如说马总统提到了 那个摩西的那件事 我很难理解 你知道我特别还去Google了一下 因为我怕我自己 对摩西的认知是错误的 摩西当时是带着一群被奴役 请记得是被奴役的希伯来人 说要到富饶的应许之地 后来交办给约书 请问 一个统治者 今天是你在统治这个国家 你说我是摩西 我要带着一群被奴役的人民 老天啊 我们被你奴役 你是统治者 你现在把我们要带到那个地方 没带到你 刚才说我要交办 我就不太懂你的那个思维 逻辑在哪里 那你如果说你要交办 年轻人看起来也没有嘛 现在国民党里面 一大堆人就很担心说 马总统那时候讲说要辞去 那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件事 我也觉得OK啊 结果没有想到 那时候一开始 大家在讲说 是不是有可能 吴敦义站带三个月之后 立刻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修改党章之后 直接选党主席 国民党中央立刻发了 一个新闻稿 跟你讲说 马总统辞去党主席 这件事情不需要修改党章 这个不是很瞎吗 我的党章里面告诉你说 我总统是党员 然后我又是总统的话 我就可以当党主席 今天只是因为 文传会的解释是说 因为马总统自己放弃 你看他多伟大 一年多的任期 他都不要了 他这么伟大 可是我讲真的 人家不信任 你就是如果哪一天 马总统突然脑袋坏掉 我现在讲突然脑袋坏掉 他如果脑袋突然想到 哎呀不对啊 我其实可以当党主席 这时候我跳出来 然后跟大家讲说 我跟你讲党章在这上面有血 我是党员 我是总统 我可以当党主席 请问那个届时在位的 那个党主席怎么办 所以今天有那么多人跳出来 我也觉得 就是说 党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在一起 现在他要化解 其实不是民众的疑虑 是国民党员自己内部 对国民党内部的失误 就有疑虑吗 其实这整件事情 陈伟 当初还记得 马总统在129 刚大败的那个时候 一直到礼拜三的时候 说是党主席 大家就中间有很多揣测 就讲说 要不你就当主席也辞 是不是总统 你就变成一个虚位元首 你就找一个 真的有实权的行政院长 就一切放给他 那所有老百姓会觉得说 你真的是有心要回应 可是你从这个看 包括刚才讲的 一个副格魁 我都东早西早 而且是请国安会秘书长 先帮你打了这个电话 去东早西早这些 所以你还会计划马总统会退居吗 包括立法院 大家都想立法院是不是要造反了 立委会觉得说 2016如果内障拜 可是立院不能拜 可是如果再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你们还会有希望吗 马总统虽然对于败选 他觉得非常的难过 辞去的党主席 但看得出来 他还是放心不下国家大事 放心不下政局的纷扰 所以他还是实施挂念 他如果真把赵高刚劝出来 真的是好事 因为张善政去做副院长 是浪费了这个人才 这个人做科技部长 绝对可以为国家做出很好的大事 副院长就是协调角色 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很可惜 他如果说服了赵高刚出来 我觉得赵高刚很担心 自己可不可以是彭怀南第二 就说你只是逗我 不是玩真的 如果我今天是马总统 今天已经有30级格国民党的立委 都推荐了彭怀南 你就顺水推中 如果今天在立法院里面法案不过 是李庆华 我一手这三十几个委员 你要负责背书负责任的 因为是你们推他出来的 所以他已经立到一个先机 就是我先顺你的意 做不成你们这些委员要负责任 当然一定会全力以赴 对不起 你刚刚讲到彭怀南总裁 彭怀南总裁 如果后来看所有的事情发展 回头看 他也会觉得还好 我刚才没答应 因为媒体把那个时间续再排过来 不是已经先跟毛泽院长 那时候都已经讲了 然后因为你们大家都需要彭怀南 所以我们那天在节目还开玩笑 有两种都是哭手的问法 一种是 你要当格魁吗 好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要 好就走了 另外一种哭手的问法是说 我知道你一定不想当格魁 好你不要 好就走了 就是说你当把时间去再看 那彭怀南再回头去看 会觉得说还好我没有答应 那答应的话 到最后你又要跟 不好意思 因为我已经跟毛富讲过了 多尴尬的那种场面 所以当时李庆华来找我连署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你跟彭怀南 有没有联络过 你没有联系过 万一我们表情了 他不回应 我们也表错情 那万一我们支持他 但是马总统不是属于他 但你更让他在总统面前被打脸 李庆华说没关系啦 我们推荐他 我相信总统已经会用 你看李庆华学历史 总算这次输了 他实在没有看清历史真相 我觉得总统有他的定见在 但是你说毛那个有不好 也说不上 因为他我认识他30年 他是一个想做事的人 只是他的沟通技巧 不刻排练 连我们立委都很难沟通 更难去跟民众说服 可是如果他做一个后勤部队 说要做成事情 把目标勾定了 全力以赴 他是可以做成事的人 但如果照这个形式发展 我现在只等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这一次国民党的党魁 重新改选 我不管那些党章怎么讲 我相信马上就也不会突然头突然一转 说要回来做党主席 不会了 应该是有个新的党主席出来 我大胆讲出我们那天在开党团大会 上个礼拜五 我们国民党委员在私下聊天 大家认为除非是朱利润 不然国民党大概就像你讲的 明年还有希望吗 就没希望 那朱利润如果做党主席 突然就会让整个毛内队存在是有价值的 他就变成他是一个会做事的内阁 但朱利润可以去契合到民心 那大家讲说他才赢这个游戏会赢一点点 在大海啸当中还可以活下来的 那才是真正的勇将 所以我们都鼓励也希望朱利润能够出来选党主席 如果他能够做党主席 还能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这是现在国民党立委 还有很多地方支持泛然的人期望的一个结果 所以希望他能够一拉起来 就把整个气势逆转过来 但是如果不是朱利润出来 我必须坦白讲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会自保了 那一个党如果每一个立委都自保自己 当明年民进党再继续吹枯拉朽的这样一路打过来的时候 你家是打团队战 我们打个别战 我跟你保证 我们的每一个小基地都会被攻克 所以明年你就不要问我有没有希望 你刚才讲说明年还有几个委员 你能邀请到上节目 因为来已经没有几个人 OK 好 那可是我不想 陈伟 你如果真的这样看的话 为什么今天柯P去跟宋楚瑜会面的时候 会请他当首席顾问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柯P当初讲的所谓的在里大联盟 拼了最后一块版图 那个过程我们大家就想说 你到底跟宋楚瑜碰过面面 好 到今天碰面 说首席顾问 当然刚刚前面是 我们是半开玩笑的讲说 没关系 马中文不找宋楚瑜当行政院长 柯P看中他的行政效率 他也说要学的是行政效率 OK 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就党政 刚才任俊讲的那个 国民党党章要不要修的那个问题 其实李鑫在今天说 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他直接说要请马中文退党 说要不然就要辞去总统职务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放话了 就是你讲的 因为各位观众 国民党党章在去年还记得吧 在9月的时候 大家讲说 因为马中文他们修修 修完以后 总统跟党主席 然后是同一个人 所以李鑫他们放话是什么 如果你们不改党章 就算新的党主席选出来 他要去提当选无效的诉讼 因为你们党章里面 明明讲说总统在位的话 就是党主席 什么可能再出现一个主席 国民党已经要知道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要放 就放得阿萨里一点 你就整个党章修完 没有人有话讲嘛 干嘛留一个尾巴 难怪任俊刚会哭手的讲说 会不会有一天 突然又想到要回家 OK就变成这样 可是这是政 那政就是刚才前面讲的 国民党立愿党团 已经不服气了 现在大家都讲说 包括什么 底心的是立愿也跳出来 直接讲话 每个事大家都跳出来讲 问题是这样讲的 马中真的就会 好 你们说的我都听 我因为前面败选 我就退到后面 听你们吧 可能吗 难啊 真的是难啊 如果说了 今天马英九真的是 看到11月29号 这个选举结果 他真的认为说 哇 这是台湾人民 给他一个很大的警惕 他愿意退居幕后 甚至把权力放出来 绝对不会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格魁也搞成说 毛治国组阁从上面 这个毛治国行政院长 然后副院长 全部都是总统跟金普冲 来做整个handle的动作 基本上我觉得赵少康 这样的一个爆料 自行的爆料 基本上其实是打了毛治国的脸 也打了所谓马英九一个脸 为什么 因为很清楚 你还是一样 不忘记放弃你的权力 所以今天为什么宋楚瑜 会去讲这些话 除了说 当然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讲给柯文哲市长听 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说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 故意要把它反映现在的事实 也就是马英九你今天 如果你权力不下放 今天一样没有办法做改革 而且确实权力就是魔戒 我们看到说从格魁的问题 大家期待说 所谓彭怀南 所谓宋楚瑜 可是如果你今天 要他们去当傀儡 我相信彭怀南 不可能去当格魁 宋楚瑜也不可能去当格魁 那只有找一找 就只有毛治国 因为交通帮一路来 谁不知道说毛治国就是乖乖派 所以现在毛治国也说 他要推服帽 要推货帽 要推两岸监督条例 这些都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还是遵守马英九 所谓的路线没有错 是不是他11月29号 大家认为说他要改革 他一直强调他路线没有错 国家总路线没有错 对没有错 所以呢这是他要续推的 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 续推的原则 好毛治国你当了行政院院长 那总是今天副院长 要由毛治国来推吧 没有 张善政也好 赵少康也好 而且也打了张善政一个巴掌 就说你不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你是因为赵少康不要 你才有所谓张善政 可以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内阁 基本上就是互相打脸 然后再来 如果说隔回 今天都已经没有办法 让大家有期待了 现在看到所谓的党主席 只要马英九权力不下放 谁愿意去当傀儡的党主席 没有可能说一个出来 譬如像刚才 刚才陈委员讲的 如果像朱立伦 尤其像如果万一是王金平 那你想想看 我们还开玩笑讲 王金平如果真的当国党 第一个案子就是 那个案子要不要撤 就你们告我的那个案子 要不要撤 万一要是朱立伦或是王金平 他们有可能说 政归政党归党 我不能让整个党 如果因为你施政不利 我整个赔掉吧 有没有可能让朱立伦又是实权诸侯 今天重点就在于 马英九不敢下放权力 他可能放给朱立伦 放给王金平之后 可能会变成如此 真的就是说 把你马英九全部 把他放在后面 他真正党主席 站在一个高阶 未来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提名权 总统的提名权 都是党主席 你想马英九可能下放这个权力吗 当他没有下放 我想朱立伦不可能敢跳出来说我要选 也不可能王金平敢跳出来说我要选 今天选了之后不是一定会被马英九打脸 因为他还没有修改党章 真的如果说今天你跳出来选之后 会变成里外不是人 我都还没修改党章 我是假情假意耶 那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心意 你们居然还这样子敢跳出来选 所以我认为说全部的权力都是集中在马英九手上 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在想 现在国民党的党团一直在说 未来所有的法案 尤其有一些重道法案 一定要经过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三分之二同意 可是问题是 未来整个提名权如果都还是马英九掌控住 所以你想他敢反抗吗 这些立委敢反抗吗 如果提名权都在他手上 你提不提还在我的手里面 都还是我掌控的话 我觉得再多的立委都不敢造次啊 你敢反抗吗 你已经被停权一年了 对 你如果要是再造次的话 那就可以办法选了 那就会出任期了 因为很多人看到王金明跟我的案例 就会看得出来了 之前的马英九 确实是以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警戒 就是表示党团一定要齐心齐力 他才能推福贸货贸跟两岸监督条例 但后来在这一年当中 他碰到了很大的反抗力量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有在检讨 那他会把权力下放给新任党主席 我觉得现在马总统的心境 应该有很大的改变 他应该想把整个内阁 做一个顺利的移转 那么新的党主席代表了 新的交班梯队的开始 那我觉得在整个新的主席 如果是透过民选出来以后 那他未来会有相当的一个 权力的来源的基础 那我觉得如果是朱立仁的话 那当然其他也很优秀 但我是听大家的共识 如果朱立仁能够拉起 这一波的气势的话 现在虽然输得很惨 但之后还有新的抗衡 那我又不觉得 马英九会硬要把朱立仁压下去 说我都还没有退 你就要冒出来 不会 因为他那天讲约苏雅的时候 朱立仁在旁边 当然可能只是因为 当时就想到这一段 所以大家不用多做想象 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以为我们就来看的是 马总到现在大家希望说 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权力给放下来 但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到现在李鑫就先开到第一项了 会不会就是说 他这个权力一直不放下来 这情况真相呢 很多人就到这种双词声音 会越来越大声 其实刚刚学正兄讲到李庆华 说要先回到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就是 马英九本来并没有要内阁改组 也没有要辞党主席 他是被逼的 事实上我们回归历史真相 第一时间是好龙斌请辞 副主席 那好龙斌是用台北市选的不好当理由 第二个是姜仪化 姜仪化第一时间就丢辞城 而且坚持不做 事实上马英九并没有要他辞 那接下来才是吴敦义请辞 那那个副主席就第二张牌就倒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 马英九才被迫内阁要改组 不然怎么可能你想一想 因为你知道姜仪化如果一辞 大家期待感就会上升 人家就是说你内阁要总改组 怎么会改成这样大风吹 没有那么笨的总统吧 所以这本来不在他的意想中 他本来没有要内阁改组 可是姜仪化不干 他不是踢嘴羊 他是落跑羊 他不干 那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处理 处理就是以稳定为优先 那至于党主席的部分 我是觉得他是有点意外 意外就是说 怎么连吴敦义也被刺文一下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开始 有点玩烟目淡了 包括党章不休 他说哎呀 党主席辞了尊审 对为什么党章不休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熟读中国历史 这个是很典型的 大鸣大放引蛇出洞 就看谁出来 这样各位 出来都死 所以这就为什么到现在 大家觉得比较可能的几个人 吴丹宇说我不参选 郝龙斌说我没有打算 朱立仁也没说我要选 对 然后胡志强讲的是 希望比我优秀的人出来选 如果有我当然不会选 胡志强前面就讲错一句话 他把人家判政治死刑 所以他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 然后王金平 那郝龙斌第一时间 你就先开第一枪 那也结束了 OK 本来还传出说 郝龙斌要接总统府秘书长 那也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是很典型的 引蛇出洞的玩法 就是说 我对自己的权利没有信心 那我就先扑一个说 那我不做了 看谁会出来造反 结果你可以看到 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后来绕一绕 又是吴敦毅来先代理主席 为什么 因为吴敦毅就在他旁边上班 他就近看管 这个最安全 可是你看 王金平的党员资格 吴敦毅说他不处理 他说我代理不能处理 可是王金平的党旗案 只要没处理 王金平根本没有资格选主席 OK 因为你不是党员 所以接下来就只剩下朱立仁 那你看他那一天去参加那个基督教的步道 我就看那个朱立仁那个脸色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个这么抑郁 受到压抑 印堂稍微发黑 他压力很大 就是说他确实有像学胜兄讲的 有很多人期待他出来学 可是他知道马英九不是这样学 所以他不敢做决定 OK 就是这样 现在真的还是看马总统 马前主席 还在handle所有的局吗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这个讨论 有一个假设的前提 就认为国民党党主席的权力很大 这个我先请教大家 国民党党主席有什么权力 包括立委 这两个人都说 以前 在把到来十年前 国民党的这个提名可能就很重要 OK 现在国民党自己的党工体系都已经瓦解掉了 所以 现在的提名根本就是地方的诸侯在掌控 对不对 你现在国民党的民意基础 其实是建构在这些党籍的这些民意代表身上 国民党现在诸侯很熟了 国民党以前国民党 他自己 他可以一个独立的一个行政体系 他可以有独立的一个动员的能力 现在国民党哪里有这个能力 现在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民意 全部都是在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身上 然后国民党 在没有民意代表的这个地方 国民党他自己也已经慢慢运作出一套的这个系统 所以国民党的党主席啊 其实权力是相当有限的 我们不要再受诱于过去的这个20年前的那种 国民党的这种形象来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国民党党主席之所以重要 主要就是他可以跟大陆去做这个两岸之间国共的平台 所以这也是当初马英九为什么从开始不愿意兼党主席 后来他自己愿意去接党主席的原因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说他的这个有一个党主席啊 不过连战也好吴伯兄也好 没事去跟大陆谈了一些条件 然后回来又强迫政府去接受 所以当初马英九去接党主席 党政合一主要的动机也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好那如果说今天接党主席的这个人 在两岸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发言权 那你给他接不是害死他们 你今天说要让朱立伦去接 朱立伦下面有什么兵可以用 他当党主席下面有什么兵可以用 他总不能拿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能力去做党的事情 新北市对不起 新北市的这个能力去做党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党主席一定要跟总统在一起 党主席才有效果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 党的运作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总统还是在国会 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例子来看 党的这个发展的泥土啊 一定是在国会 国会是在总统 只有这个党需要总统的奶水 对不对 不过总统不需要党 美国也是这样子 其他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啊 这个你们这个立法院党 应该是要硬起来 就把这个党接下来 他们最近几天讲话都很大声啊 对 只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大声会维持多久 对 我觉得国民党要让大家 要让大家有目的心 就让王近平去选党主席 为什么不行呢 那你说这个王近平现在这个 这个不处理他的党籍案 他就不能选 怎么会这样子 只要法院没有判他说 对啊 他现在应该是党员 对他是党员啊 就让他去选啊 对不对 那国会的议长来当党主席 就像美国的这个国会议长 就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共和党的最高的这个领袖啊 对 就让国会议长来当党主席 然后看他能不能历经图字 我觉得马总统会做事 王近平真的选 然后选上党主席 他不做事又怎么样 真的吗 他不做事又怎么样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那当然吧 很多事情 当初在贺文哲出来选 一个五党籍出来选的时候 很多人也认为 他不可能选得上啊 所以民进党才让位给他 国民党的党员 黄复兴占百分之多少 黄复兴怎么可能支持王近平 今天面对国民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实质路口 国民党一定要做出一个 跟这个历史这个经验 不一样的一种改革 我补充一下 照刚刚泰盛讲的是没有错 所以一般讲起来 执政党的党主席 权力是小过总统 但问题是现在是 马总统的第二任 而且现在已经辞掉党主席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 新的党主席 他除了有立委提名权之外 还可以决定了 下一任总统提名的机制 甚至可能变成 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 他是跟过去 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党主席 如果有改选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对于国民党来讲 是一个正衰起弊 一个转类的关键人物 那马总统 如果有很大的哑量的话 不要觉得 新起来党主席 是压制我的 而是觉得两个人 牺牲合作 让国民党度过难关 我觉得马总统 有这样的宽宏的哑量 我觉得新的党主席 跟他配合 我觉得国民党 还有2016一战的机会 可是现在大家看到 宏伟 当然你说柯P 最近几年动作非常多 他拜会了非常多 就旁边几个县市当选的人 包括今天去拜会的宋楚瑜 然后再看到 这所有的动作 当初其实国民党 刚败选的时候 有人就讲说 其实马总统 那时候不要急着 不管你辞不辞党主席 或是说内阁怎么改组 如果你愿意 跟在野党主席 跟所有这些人 当然不要说 当行政院长 可是光这些动作 譬如说 我就请小英主席 大家来谈谈看未来 因为毕竟你们最大的 那未来到底 我们之间 大家要怎么合作 这是一个动作 可是马总统 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相对 你看到柯P 把所有都转 教宋楚瑜 当什么首席顾问 很多这些 也许这两个独立事件 但是民众会看到 两个人之间 在处理事情 或是会不会看到 一个心中气度的问题 这看起来 好像都是单一独立事件 但他事实上 都会互相牵引 而且大家也会 拿出来互相讨论 我一个来回应一下 刚刚人就讲到说 马依旧自比为摩西 其实这个是早在 李登辉时代 他好几次说 他自比摩西 而且他心目中的 约书亚就是沉水变 但朱立伦可能 知道他心目中的 就是马依旧心目中 约书亚并不是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 他会觉得说 比他年纪还是朱立伦 不对比他老 但是我讲一下 他就说我也有注意 朱立伦最近的脸色 但他应该是从 11月29号之后 就变成忧郁小生了 好像这个脸 从来都没有张开来说 因为有很多事情 要去重新的去做规划 我觉得现在 就说有政的部分 跟党的部分 政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传言实在太多 因为大家谈到 赵梢康赵先生 有没有自爆 我刚赶快看一下那个新闻 这就好像又变成是 二手跟三手的传播 并不是 今天好像并不是赵先生 自己跑出来说 他接到金服从电话 什么要他去当副 副葛魁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还传说说 要找赵浩康去 当葛魁 然后说 马总统也跟他 通了电话 那这个我很确定 知道的是 赵先生他有公开的说 根本没有被征询过 通电话是有的 但是根本没有被征询过 所以不晓得 这个到底是 大家捕风捉影呢 还是有人去帮烟幕 但这个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现在 充斥太多的一些假消息 我必须要讲很多假消息 那回过头来 我比较会相信 在现在整个的状况 也就是 因为原来 在11月29号之前 将一化是不准备下台的 但11月29号 看到这个大败的状况 所以是一个措手不及 将一化下台 他必须要做一个改组 而改组最后 其实大家会发现 不能讲说换汤不换药 是不换汤也不换药 现在看起来 好像唯一真正走人的 九龙硬台一个人 其他的也只是 小小的 不是大风吹 小小的换个位置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完完全全 你可以说 他是安定内阁也好 或者你说 他是一个不换汤不换药的内阁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 其结论 就是他没有办法 因应在整个的败选之后 大家对于 内阁新局的一个期待 这个就是 我想这个大家 应该都有这样的共识 好那回过头来 那大家其实会更关心 也就是说 国民党的党主席 也就是当马英九辞了之后 包含副主席辞完了 又被 未留下来 又有人代理 因为今天理性议员 开了记者会 我也本人有在现场 那当然 就是说媒体有些部分是断章取义 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把这个我们整个的讨论 比较清楚的这个轮廓 也就是说 现在马主席 他请辞了国民党党主席 但是在国民党的党章里面 也就是去年 他所修的那个党章 几乎是一个帝王条款 是很僵硬的 也就是当党员又是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而且呢 也就是说他在 也就不适任 也不适用 原来的就是党主席的选举办法了 完全不适用 那这个其实呢 我想当初是抄民进党的 可是民进党的党章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转环 也就是如果说 这个总统不接任党主席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选举办法 我们的是没有 这个党章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理心的动作 我觉得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刚才大家所讲的 当马英九辞去党主席 而吴敦毅在代理党主席 那现在大家原来认为 应该可以承担责任 或者你口口声声说 我要共复党难 我要承担责任 党必须要改革等等之类 会你会发现啊 怎么搞的啊 子文楼梯响 就是大家都是嘴巴上讲 那动作呢 也就是说共复党难 然后不动如山 到先为止 没有人在动作 有的还甚至讲说 我不选党主席 那大概我们最近有听说 刚才点名的一些人 世上已经不准备选了 已经不准备选了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人会着急 所以也就是 今天整个当作 也会不会到时候很难看啊 很难看就是 没有人要选啊 会不会 会不会今后就说 我们所预期 你今天 你讲的是 不会啦 你说没有人要选 不会啦 国民党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没有没有 现在到现在为止 一定是不在左边的那些人 就这几位都不选 应该是在右边的那些人 我要讲的就是说呢 因为现在包含李全教说他要选 李星说他要选 那大家一定很多人说 这对李星院可能不大好意思 我李全教议员不好意思 就 怎么都是二军三军 那么一军呢 我们认为的A咖呢 对不对 这些大人呢 你现在心里面 你们听到的一些声音 真的是有可能这些 讲白一点啦 周立伦 胡志强 这些人可能都不出来 可能都不出来 那我觉得如果我讲的不对 请他们赶快表态 说其实我们有准备 我愿意承担 开玩笑 国民党是没人了吗 可是到现在为止 讲了老半天 动作呢 没有动作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就焦虑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 不要到的最后是 一个没有人竞选的 一个党主席的改选 你不笑死人吗 那国民党真的要被人家笑死 这个是起疑 第二个 其实当李星讲说 要马英九要 不然的话你就退党 不然你就是辞 辞总统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喊话 重点还是在于 我刚刚讲那个党章 也就是你一定要召开党代表大会 修改党章 这样才是选真的 我不懂的事情也在做 为什么不干脆就阿萨利的 就是改党章很难吗 是啊 不难啊 对啊 召开党代表大会就 召开党代表大会 我们修改党章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不阿萨利 可以这样做呢 退党更简单啊 我觉得马英九应该退党 OK啊 因为我刚刚的假设 前一是总统比较大 党主席有什么权利啊 所以你变成说 Berman你就退党 Berman你就吃总统 这要符合 这要符合你们党章的规定 其实一个政办 今天不是人事上的要逼宫 一个政办就是修改党章 否则还会有个状况啊 也就是新的党主席 我必须要讲 这是我们为了保护以后的党主席 不忍心以后党主席一选上来 就人来讲说 这个是违反党章 对对对当选无效 当选无效 拜托以后当主席 好不容易选出来 天天在面对这种狗屁倒灶的 这种司法问题 有人去告他 他什么事都做不了 OK 所以这个事实上 也是打一个预防针 OKOK 我们来看的是 这接下来 可能我们要看到马仲 要退党 要马仲要执总统有可能吗 这都不可能 对于马英九 他的所有选项里面 绝对都没有所谓的 辞党主 辞这个退党 还有所谓的要修改党 绝对没有 因为他就已经退得不情不愿了 他基本上 他如果真的是 要辞掉党主席 以示负责 应该是在第一天 11月29号当天就辞了 可是是在大家 副主席辞了 然后他被逼到没有办法 才说 我礼拜三 我有重大的宣布 甚至重大宣布 开始媒体猜测说 那他就是要辞党主席 可是呢 问题他自己又跳出来讲 你们不要乱猜 我礼拜三才会宣布 这个不是在选项 他叫他发言人跳出来说 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 从他目前为止 他才在做困兽之斗 为什么讲 现在党政运作平台又恢复了 可是你看是谁 马英九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毛治国 还有洪秀柱 还有吴富 还有我们看到费洪台 那今天又缺了王金平 奇怪了 如果党政运作平台 不去搞斗争的话 那应该是 如果真的要改革 应该最正面的应该是 王金平要恢复 进入到党政平台 其实马总统他有很多 当然也是有人批评他的地方 是说他一切都讲依法行事 其实如果真的依法行事的话 那照目前法院的判决 我们亲平台真的 他就还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他没有失掉任何 所以如果真的在这个败选之际 真的深自检讨的时候 应该把所有 可能你们当初批评我的一些事情 就算我不把那个案子撤回来 可是好歹党政平台 尤其立愿运作顺遂之下 那就把王金平纳进来了 对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最基本 最基本就是说 起码在所有国民党的党员 都开始在讲说 是不是王金平的党籍案 应该要做一个表态了 可是我们看到 没有不但没有表态 马英九直接用党政运作平台 就跟你讲了 王金平我就刚上了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说 他今天所谓的党籍案 他恢复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党政运作平台 还是一样 都出现在他的整个 所谓的政治斗争当中 所以你想他会愿意 把权力下放吗 他愿意会把这个党主席 说真的这一次 就像学生所说的 这一次的党主席权力之大 今天有提名权立委提名权 还有总统的提名权 今天他如果把这两个提名权都下放之后 我告诉你他真的是剖脚 完完全全的剖脚 真的在立法院党团 真的就是可以做大了 可是如果他这个两个还掌控住 我相信立法院党团 现在即使讲得再大声 我觉得我要让大家看一个部分 这是费洪泰所说的 他说不在马亦是从费洪泰 重大法案有党团决定 我觉得有点此地无影三百两 因为谁不知道 在现在党团最马亦是从的 就是费洪泰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讲说不在马亦是从 然后重大法案有党团决定 我不知道是可以坚持多久 但是只要马英九的整个提名权 完全掌控在手里 我相信党团最后还是会屈服 我想我是在座各位 都一直留在国民党的 所以我对国民党文化深刻了解 我做过中常委也做过党部诸位 我很了解李鑫啊李全教的想法 因为我很想选党主席 他们都不选我要选啊 问题是我还在党纪处分当中嘛 所以我的问题跟王金平一样 是不可能选的 这第一个 所以他们也不要焦急 第二个 刚刚彭卉讲说这些人不会选 我可以跟你讲 这些人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选 这是国民党的文化 就不对一啊 我觉得他讲的是朱立伦 在这些人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选 然后他怎么样克服法律的问题 在国民党内法律同样不是问题 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大胆预测 如果党这个修订 党主席要改选的话 一定会先经过中常会通过 通过以后选出新的党主席 然后以后再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追认党章修订 跟追认党主席的任命 就这个民进党来讲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国民党内 这叫失控见惯的事 因为这叫政治实力运作 所以在新的党主席选上之后 就会顺利解决了 王金平的党籍的问题 所以王金平也不会有参选的问题 那王金平未来新的 跟国民党这些关系 也会因为新党主席之后改善 相信我的大胆预测 我对于国民党的思维还是有想法 可是你这样的意思就是 王金平不可能选主席 一定不会选 不然我也可以选 我也要选 你想想看 我现在党纪处分 我也可以去跟国民党讲说 我要选 考纪委员就给你打回票 说你还在党纪处分中 现在王金平也是在党纪处分中 所以那一步的选举 你会碰壁 但你要选外面的 比如说要保留院长 你就可以 所以差别在这里 然后你又讲说 不行我就是要选他 那你再跟我打官司 然后再多一个官司 隋盛兄这个讲法我是同意 这个就是要从政治看国民党 对啦 比如说党团要决定吧 结果党编是废红太 五人小组嘛 王金平现在还有党员身份 他就是不能参加 那红威就是太老实 觉得说你这个不修党章怎么办呢 没有定案啊 可是人家就是迟了 就是这样嘛 他就是给你虚跟实质分开的嘛 那红威他们比较老实 就是说法律要跟现实一致啊 他才不管你这个 因为他事实上就是有影响力 所以为什么立委那么怕他 所以我觉得太顺兄啊 你看旁边那个学生讲话这么谨慎 你就知道他影响力还是在 OK 可是人家说实话 人家讲说这次国民党 这么大 大概国民党从有选举 在中华民国选举以来 算是最重大的一次挫败 这次的挫败 有人说如果你能够真的深深的弯腰的时候 你才真的能够看得到自己的缺点到底在哪 从这些蛛丝马迹包括党章也不休了 包括这些过程当中又帮你找了副隔魁 很多这一类说穿了 其实马总统真的不认为这次败选 是像你们大家所检讨的这个样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是选举以来 国民党最大的挫败跟危机 对马英九大概也不会这么想了 他人生就到这边了嘛 对不起啊 他的政治生涯 我收回收回 他的政治生涯就到这边为止 已经当到一个总统了 连了两次 你还希望他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太在乎这件事 其实我刚刚看到洪伟姐的那个态度 我其实想到我这一阵子跟一些党工 或者是跟一些党员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其实跟洪伟姐是很像 可是你说穿了 讲白了 他就是不信任马英九 他就是不信任马英九 现在所做的任何一切动作是真心诚意的告诉大家 讲说OK我真的放手 讲穿了就是不信任这三个字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在这边讲 我说你与其期待马英九在政务的那一块会有所改革 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还是总统嘛 他今天隔魁的利用权是他的 他真的就是要这样硬干 除非今天国民党立委真的敢讲说 我就是把你列为不受害人 我国民党直接带头跟你冲跟你闹 你从此以后不要跟我讲说行政 我压根不承认你这个行政院院长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重大法案你要送到这边来 经过我党团同意 我才要跟你做 除非你敢这样 但看起来是有难度的 那前面讲这么大声的意思是 是啊所以我就讲国民党现在立委骂得越重 我可以跟你保证 礼拜五只要毛治国到立法院去做市政报告 国民党现在骂多重 那个嘴巴就会被自己打自己脸打得多重 OK 因为你只能接受嘛 所以你现在立法院这一块 你没有去理解你现在遇到的困境 你刚讲五人小组 我老实讲 马英九压根不认为立法院这一块 是他要去担心的嘛 我想委员在这边你很清楚知道 马总统是怎么看待民意代表这一块 党政平台则是党跟政这一块两个协调 立法委员跟立法院 你只是来帮我协助 让我的法案能够推动 马总统从以前到现在他的认识就是这样啊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 何必你们每次骂得那么辛苦 到最后说真的很多很多都回向给自己了嘛 所以 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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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怎么办 国民党基层 还在念心呢 我讲实话 那个 某些都可以拿来用 是不是 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国民党现在已经输到这个地步了 国民党经得起下一次的这个立法委员再输一次 对不对 这是重要的嘛 所以现在谁来当党主席 谁对这个未来的提名上面 一定是尊重地方的意见 对不对 尤其是现任者嘛 如果没有重大的瑕疵 我相信任何人当党主席 都没有这样一个空间 可以去把现任者换掉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剩下就是立法委员们 对不对 你们敢不敢硬起来去改革这个党嘛 你们如果自己作践自己 觉得说还是在威权主义下 还是总统最大 还是党主席最大 你们立法委员不敢硬起来 那国民党就永远没有希望 所以今天是国民党改革最好的希望 对不对 那马英九不辞 或者是马英九找一个这个什么代理党主席 正好是立法委员来填补这个权力空间的机会 等到将来新的总统上来了 他又兼党主席 立法委员还有什么呛下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是期待这个立法委员 就要看立法院 国民党的立院党团 对啊 到底能不能 对啊 这个任何人都不敢对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太不加颜色了 我们的立论没有不一样 因为上礼拜我就在这边讲 我说国民党如果要改革 因为马英九已经辞了一个叫做党主席 最少他名义上面他是辞 所以国民党现在如果真的要让人家觉得有感觉 应该是由立法系统那一套的民意系统 他应该要进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接触他的党务的工作 这个是你的立论嘛 所以我会讲就是说 我今天看国民党立委的那个态度 我其实比较害怕的是这一点 就是说以往这些抱怨 这些批判我们都听过哦 以往我们都听过 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我怎么回想那两个字 因为到最后哪一个不是国民党立委吞下去之后 顶多就是投票的时候 我去上个厕所 我去请个假 大家不要去那边投票 我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嘛 可是现在问题回到这一点是 如果你在党务系统的这一块 连洪威姐这样子 他已经担忧到 就是说我今天很有可能 国民党被人家看穿 是我今天所有的辞职 所有的改革被人家认为是一场戏 我今天讲实话什么叫做改革 是只有国民党自己乞丐自己会改革 其他你国民党里面内部的 什么党务系统 什么一级主管怎么调整 对一般人来讲根本不在乎 可是如果这样讲 洪威那对国民党不是更伤吗 如果已经辞掉一个党主席 讲说是不是只是一场戏 那不是更伤吗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希望这个词是真词 然后这个选是真选 而且是在有完备的法理的基础下 就是说因为现在 大家所有显示国民党的事 第一个你有没有在败选中 去得到教训 第二个你有没有在败选中里面 去真正的去做到改革 这里面不只包含我们像在这个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我们也会非常担心 因为台北市议会他这次也是这样 正好就不过半 那我们也会很担心说 在整个的选举过程里面 是不是人家看到某一个动作又见风插针 或又来说你看你们国民党就是不改革 不团结 等等之类的 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怕去给外界这样的印象 那更何况是党主席的选举 也就是假设我们一个状况 也就是吴敦一说他不竞选党主席 可是呢就一直 因为他现在要开始办理嘛 如果真的没有人来选 没有人要选 然后我们协调 或者说假设了 我认为吴敦一其实并不想 他当时讲这个说他不要选党主席是真的 他这个不是新兴作态 但是最后很不得已说 他还要继续做下去 多么难看 对国民党是伤 对吴敦一也是大伤啊 对不对 如果不是吴敦一 那我们来协调一位 我们总不能做没有党主席 再协调出一位 难不难看 还是很难看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在担心说 在这过程里面 我不大愿意说是什么假词演戏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 大家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不要看当马英九还没有辞党主席之前 光是这几个副主席的请辞 被人家骂成什么样子 就说国民党你都是在东庭大戏 都在逼东 大家本来是辞了 然后又不辞 你看都是在演 都是在配合 对国民党多伤 在11月29号这个惨痛的教训 还不够痛吗 那在最后这些这些的动作 对不起 真的我觉得不要再一次的受伤害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国民党现在的 如果这一届的中常委 他没有变 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要期待国民党改革 马英九去年的时候 去怎么修改党章 他动员他的中常委 到那个上面去提案 所以才能够顺利修改党章 他今天只要一词 马上文庄会就先跳出来讲说 不需要修改党章 哪一个中常委敢提案 你的大权就是卧在那个地方 当你一个主席已经找他的 这个发言体系跟你讲说 不需要改了 没有人敢提案的状况之下 谁能够到全 你就算召开党委代表大会 谁敢提案 好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在国民党里面 银武者还在吗 或是国民党里面 真的能够体会到 这一次败选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而能深自的检讨吗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媒体上所报道的 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的发言 包括一些党工的发言 他们真的知道 这次败选是什么原因吗 还是只是因为 为什么婉军表妹 就是对我不会有任何的青睐呢 为什么就这么喜欢 民进党或柯P呢 那到底是他长得比我帅 还是怎么样呢 来快学 好是不是真的有好好的 检讨败选的原因 来看中国时报 这样的报道 他们说国民党中央将会召开 选后第一次 县市党部主委汇报 要检讨这个败选的原因 包括什么 包括媒体不友善 他们说这媒体 分为对国民党不公平 时安风暴 国民党勇于承担面对问题 媒体就是一面倒批评政府 那么这时候还看到 这个台北市党部主委 还告诉大家说 他说全世界有这样一路 唱衰自己政府的媒体吗 还有这个台南市党部主委也说 他说媒体利用人民对中央施政 不满的宣泄加深伤痕 造成国民党大败 好另外就是晚军 哪就是网军的抹黑啊 这网络不顾事实 在一张抹黑将国民党羞辱的 一无是处 这台北市党部主委就说 马总统是政绩不错啊 却被说得很不堪啊 也包括他说认为是有自己人扯后腿 他说政府施政不利 党中央没有整体选战策略 地方不够团结 有某位落选 中南部县市长就说 混蛋说啊 还有这个黄明化的仇恨言论 拖垮其他地方的选情 还地方不团结呢 交棒的人不甘心交棒 为自己政治利益 不断的私下扯后腿 反扶选 但民众最关心的是 我们问题到底解决的没有 像这电价问题啊 这台电获利上开了200亿 台电是拒绝降价的 这时候毛志伯才说 他要研议降电价 并且回说 还有油价的问题 你知道这国际 是大跌了38% 那国内只降了21% 这整个油价公式 看起来是A很大 但包括这买粉开罐价 我们看到这当中 明年开始要禁止 开罐价促销 这时候家长就很生气 就怨着政府了 连小确信都不给 还有丫衡总裁彭凡来说啊 希望用油业者 在国际油价下跌之际 要反映一下成本来降价 其实物价是应该要降的 好这时候就开始来看 2016是钟摆 到底是到底了没啊 来看的是在1997 是第一次这个地方包围中央 到最后的结果 就看到民进党的陈旅配置 到最后是赢了 好再来看的是2005年的时候 就看到是第二次地方包围中央 而造成的结果是 我们看到是2008年 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马萧沛又完成 第二次政党轮替 而看到接下来 看到这2014年 是不是第三次 地方包围中央 而接下来的结果 又会是如何 好如果要是从这个来看的话 还是一样 你从来没看过 国民党的席次 有过像这样的一个席次 是 六席 尤其这六席里面 六都只占了一都 OK 所以国民党 从来没有面临到这样 如果以这个所谓的 钟摆地方包围中央的 钟摆的话 那只是 对 林华报打了个问号 好不好 但很多人这个问号 大概都已经快 不再打问号 都打惊叹 好不好 问题是 真的会变成这样吗 好那就在于说 这次大败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 知道问题在哪 上面这张 是 如果这样看 其实我觉得报纸 每次写的呢 都写的非常的 含 含 但是呢 我觉得看的都很清楚 我落选中南部县市长 国民党 我落选中南部县市长 国民党在中南部呢 本来执政的地方 就只有中 张 头 嘉义市 然后呢 南头这次胜选 所以一定不是他 嘉义呢 跟张化呢 那现任的首长 没有参选 所以应该也不是他 那就只剩一个 是啊 刚才有讲 那就只剩一个台中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从这样分析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OK好 那但是 你就知道混蛋说 黄民 尤其黄民化 这样的一个言论 我们每次在节目分析 他不是只在台北影响 他是全台湾 包括我们讲 我们的摄影大哥聊天 都还会开玩笑 你是黄民后裔 对 都会有这样一些影响 可是你如果真的看 国民党 尤其党工 这算高层党工了吧 是 真的知道问题在哪吗 一个一个来看好不好 实案问题 如果这次中央施政 但是这位落选中南部的 县市首长讲的 这句话也是他说的 政府施政不利 党中央没有整体的选战 尤其政府施政不利 是他说的 不是 包括在做 不管是在野党 或是媒体人所说的 那但是在党工的心目中 真的是这个要吗 实案问题 当然 屏东这些地方 要不要负责 当然要负责 但是我们在节目面 讲了800次了 这次选战里面 国民党不是还出了一个广告 当初这些问题出事 出在阿扁在位的时候 然后蔡英文那时候 当什么什么官 顶心来 可是老百姓问的是 现在的政府 真的处理很好吗 实要署 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了800次了 我再讲一次 好不好 去年 然后你们用了人家 业者的资料 然后呢 连查都不查 对 还讲个金查 结果后来呢 有成途吗 没有 所以难怪 这次实案问题 在过程当中 请问政府施政 在这次过程上 尤其中央 有没有一路上 让大家觉得 里里拉来到几点 这老百姓要讨的是 这一段嘛 你不要管地方 地方该负责 他该去负责 你中央是这个样子吗 全世界有这样一路 畅筛自己政府的媒体吗 好 OK 然后网络不顾事实 他举的例子是 马正基不错 被说的很不堪 在媒体上面 举的例子是说 阿扁在任内的时候 经济成长率平均4% 可是四小龙里面 排最后一名 马政府施政的时候 平均经济成长率 3%多 在四小龙里面 是排第二哦 各位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骂阿扁 为什么要把马骂成这个样 你就不看面对面 我们在这里面 讲了800次了 马总统平均3% 是因为有一年 就是金融海啸 过了那一年 那一年的经济成长率 有10%还是11% 我忘了 把全部平均完 才有3% 主委 但是其他的每1% 让老百姓都趴在地上的感觉 OK 邮电双长 你到现在不知道败选原因 是宛君表妹吗 是媒体吗 我告诉你 这次败选最大的原因 大家再检讨 这几个算不算是 败战最大的主因 邮电双长算不算 到现在 店价台电今年 获利上看200亿 还不降价 好 要你就从头到尾 像台电说的 因为我要先弥补亏准 我不降 但是到了今天 毛奎上任 开始研议了 已经叫经济副学研议了 那请问一下 前面台电讲的是什么 就糊弄大家的意思吗 就你要不就都不要 就你讲就有道理 但是今天 一上来你就说可以 那台电前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油价 要等到央行总裁 出来说希望业者降吗 我们不是有一个 叫做稳定物价小组 是啊 这不也是 大家过程当中 一直讲的吗 讲到食药署 各位 我们的奶粉关税 已经降了多少 OK 我们奶粉关税降了多少 但是业者没有降 然后食药署 有些爸爸妈妈买不起 而跟你说 我不要买一罐 那一罐是打开的 那种表示我不能转售 这种有开罐价 让我促销可不可以 食药署还出来跟你讲 不行 到了今天 由立院去联署 说麻烦你们不要这样搞 这不是政府造成的民怨吗 油价 然后让媒体去算给你看 为什么国际降成这样 国内只能降成这样 我不晓得 陈伟 到现在还不知道 问题在哪吗 光讲一些 从油店庄上以来所有的食安 这些东西 然后怪到你说网军 为什么对你不好 你说为什么媒体 这样怪有意义吗 他们确实这样想法 因为我做过党部主委 那是另外一个封闭的团体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你怎么去解释败选的原因 所以推给别人 也不是推给别人 因为他的认知范围就是这样 我也蛮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打选的也打得 非常的辛苦 可是今天不要说我们既不如人 因为你不管是媒体或是网军 你可以去沟通 但问题是你那个被大家认可 那个价值如果不存在 政府的施政如果不能让民众满意 你有再好的沟通技巧 你有再棒的网军的技术 你还是传递出来价值 还是不能让民众说服的 你最好让大家一呼百怒 每一个人都涌上来说我支持你 那你看过来过去这三年来 从马英九2012当选 还没救人之前的邮电双掌 就一路驻下了后面的拜英 我觉得这过程当中是三年一次总报复 民众一次把所有的愤怒全部宣泄出来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承担 国民党如果只是检讨我们既不如人 我们找不到问题答案 所以虽然我跟宏伟一样了 讲坦白我也担心这几个人不出来选 还是要讲你们这时候还是要舍我其谁 出来证明国民党存在的价值 国民党的党魂所在 你到底为什么这个党的施政理念是什么 你也一次讲清楚 从新开始民众会给你机会的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检讨 民众会觉得很遥远 然后会觉得你们就是在内部斗争 所以为什么朱立仁脸色很难看 原因是知道在败选之后 如果媒体在讲党主席的这个位置安排 让民众感觉到还在玩宫廷大戏 还在你争我多 民众会弃你一不顾 所以朱立仁的仇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也希望这几位应该就是你们 你们就舍我其谁出来 我相信国民党的党魂跟党的价值 认真去想 离民众不会很远 但是党工这些话 我可以体会 可是真的不能用这个来做解决问题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找不到答案的 所以陈委员你觉得 国民党他真的是有检讨了吗 难道千错万错都是婉君的错吗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符合马英九的个性 他永远都不会检讨自己 那今天我们看到说 他们在检讨有两个不同 如果党部的主委 他们讲的就是媒体错 然后婉君错 然后呢 如果说依照县市 这个落选的县市首长 他就可以直接点出说 哇你这个混蛋说 黄明化的仇恨与言论 拖垮了其他地方的选情 所以这就完全两个不同 所以就是说今天 一样如果国民党内部没有改革 一样是搞小圈圈 然后自己内部在思考说 哇我们未来2016怎么占 那我相信就是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说 媒体不好啦 网军不好 可是我要问说 过去媒体 今天都是你们国民党最擅长的 而且都是你们 可以用大批的资源 党产谁比你们还多 资源谁比你们还多 而且所有的全部的行政资源 都是你们掌控的 所以你今天再来怪媒体 那不会很奇怪吗 那你说网军的部分 网军基本上现在是 新兴所有年轻世代 大家在网路 然后来做串联 你应该问说 为什么你们的政策 没有办法得到年轻人的同意 认同 让他们来支持 反而是变成另外一股势力 希望要给马英九一个教训 应该是这样的检讨 而不是你怪说 今天是媒体 今天是网军 那我觉得说今天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毛治国 有提出任何要改革的 他点多现在讲说 好这个台电 对电价的问题 可是是现在讲 我们必须说的 刚一开始说大赚200亿 我们要求应该要回馈 然后把它做降价的动作 他只能讲 这个我们以前都亏损了 以前亏损了 现在还在亏损当中 所以不能去做降价动作 好你现在说要演绎降价 什么时候 毛治国你什么时候 还是你今天这个新冠上任三把火 然后说我要降价 我降价 然后呢 等到今天立法院备询完之后 你又不见了 有可能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们一直讲的说 今天有的问题 为什么国际油价在跌 我们还在涨 而且涨 而且跌的幅度那么的高 但我们降的幅度那么的小 还有煤价 煤价也是在跌啊 煤价在跌 我们台电还在涨价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这个政府 有回应民意 这些都是要回应民意啊 毛治国只是说 要调要调 请请教一下 什么时候 其实政府有很多的动作 我不晓得 宏威 政府有很多动作 难道不能很快吗 譬如我们这样讲好了 除了这些 民怨的一些来源的东西 像石安这次鼎心 是因为造成石安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那个101 到底怎么办 你说马来西亚的那个IoI 然后他要来买 或者什么这些 后来是包括立院党团 有几个立法委员 也直接跳出来说 打死都不能让他卖给外资 当然你说民间交易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后来变成政府的财政三长 都跳出来说 我不会做事 他卖给外资 那你难道不能够 自己看到这事情 你也想得老百姓 101好歹是台湾的地标 他某种程度 又因为石安的问题 又看到顶心一脉 狂赚快200亿 他难道不会有怨吗 那你难道不能够 做一些前置的一些的想法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 整个内阁改组 是不换汤不换药 那老家 我不觉得现在的阁源 你说让他在总辞 大家重新拍照了一次以后 然后他的心态 他的思维就不一样 他思维就一直 因为那个拍照 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很困难 那但是现在就会变成说 阁源会赶不上 这些立法委员的脚步 因为立法委员是 因为他自己要选举 马上就要选举 而且看到这次国民党大败之后 我早就预言 在11月29号 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现在的新内阁 面对的最大挑战 不是民进党的立委 是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国民党的表现 会更加的强悍 他们的动作一定会更快 所以你能不能赶上 那样的一个脚步 其实我一直觉得 现在这个新格 现在整个的新格 他面临最大挑战在那边 不讨论到 就是说 到底国民党的败选原因 因为这边刚刚引述的 大概主要都是一些 地方党部的主委 我觉得不要太为难 这些主委 第一个 当他在检讨的时候 他不能怪老板 因为老板是马主席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 可是他已经走了 但是他仍然是 所以你看大家还是怕 对你不能去解讨 是老板不好吗 对不对 这个很困难 那第二个 你要怪自己不好吗 我辅选不利吗 也很难 第三个 你要怪我们的产品不好吗 候选人不好 推不出去吗 好像也很困难 所以变成说 怪东怪西 怪东怪西 所以会回头来 就说 你是不是知道 你真正的原因 但是谈到媒体跟网路 我认为它是因素 王金平也讲 这是众多因素之二 这个因素这么重要 我认为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去 就是说 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媒体 我直接说好了 因为媒体 他不会讨论 就是现在为什么 包含当时像上个礼拜 陈昌文说 马总统 你干脆辞总统好了 因为你这一年多 我预期你什么都做不好 因为过去这几年 不是就这样子吗 现在马总统 他所推出的任何的政策 错的也是错的 对的也是错的 因为现在骂马英九 是一个险学 就险学 我现在都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当 我要帮马总统讲话的时候 我就要讲说 我现在做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 我要帮他讲话了 对不对 因为骂他是最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 跟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真的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看政治 不是只看他说什么 要看谁说话 台北市党部主委是钟哲良 台南市党部主委是谢龙健 这都是马的嫡系 马的嫡系能讲出什么话 那为什么报纸就刚好是采访这两个人 这个都是运作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毛治国好了 毛治国他当副院长的时候 就是食安小组召集人 鼎心就是委员 魏家就是委员 然后他也是物价稳定小组的召集人 他当副院长就做不到 他现在就突然变聪明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就很多东西为什么要回归到 是哪些人在做这些事 看历史 而且那些人都是在一起 都是在一起的 那他们以前就在一起 现在会突然变不在一起 所以最终就要回到 泰顺老师刚刚讲的 那个才是核心就是国民党的立委 能不能站起来嘛 你敢不敢造反啊 那我们又看到这个 比较老实的像学胜兄这种 就还是很谨慎的看 他已经被处罪了 该讲的还是会讲的 你放心啊 不是这个不是讲 讲没有用 讲没有用 要有权力动作 因为他已经面临到生死存狂 就这一次2016不只选总统 还选立委 我知道 他们如果还像现在这个样不讲 然后如果要是 你看这一次 譬如说不管是奶粉的价格 对 或是电价这些 有很多也都是立委 就直接去泡河 如果他们这样讲 他们就挂了 我刚刚是在讲说 不是只有讲 你要有权力动作 我刚刚意思说 现在 我也很感谢马总统 不顾党章规定 尽数党主席改选 这让国民党迅速开始 做权力的交班合作 这段时间是敏感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 观察谁做党主席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请静候一下 不管我们现在是谨慎 不敢讲 或不敢有动作 对不起 我们就观望这一月 我现在会很大的改变 我跟你讲 我的判断 如果这个不幸严重 就是说 现在他就要让出头鸟尽量少 那出头鸟越少 那朱立伦就越不敢选 这次就是如此 我向谈很尊重你 这次你可能会预测错误 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宏慧他们 那个就叫政治动作 我至少丢一个权力动作 要不然你就吃退打 不然我就告你啊 我就告你啊 让你不舒服 这个才叫权力动作 那刚刚那个 那个杨老师也是在讲说 你怕你不被提名吗 谁敢不提名你啊 你就是现任 他敢不提名你吗 那这个就是政治动作 我的意思是说 搞政治不能只讲立场 要做政治动作 那马云九现在这个整个局 就是要让你们都不敢做政治动作 那局就按我的局来扑 比如说谢龙介去采访一下 钟哲良你去采访一下 那这个吴对义多采访几下 那朱立伦就不要理他了 我就举例这样 这个就是他在酝酿的政治氛围 然后引蛇出洞 那先讲话了会死很惨 所以胡志强现在好像什么位置都没有 虎龙斌什么位置都没有 你自己等着看吧 什么时候骂马变险绝 从2008年开始 就算2012年 好歹也是赢了689万票 那怎么会突然之间 好像一戏之间投完票以后 大家就开始在K 怎么会变成这样 好 那问题是到了今天为止 真的大家知道了这样一个原因吗 你说譬如我刚刚就讲 这两天大家在讲鼎心那个卖101的那件事情 开始好像这件事情卖了就认了吧 就算了吧 等到媒体哦 记住又是媒体 好你们怪媒体就媒体吧 又是媒体就直接讲说 哦 他卖了以后 连税都磕不到什么税哦 这时候财政三长就会出来讲说 该磕的我一毛都不会让他少 然后最后就讲说 他卖了大概狂赚快200亿 你只能最后磕到大概十几亿 然后最后讲说 哦 那大家都说这是台湾的地表不能卖 我也不见得换了嘛 就你到现在所有动作都还是要这样子 慢一步去做吗 就是如果他是可行的 你显然应该知道民怨的一个向背的问题 这里面每一样造成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马政府是一路一路一路 再加上刚才泰村老师讲的 对的 然后你要被骂错的 那基本上你也不知道改 那就一路骂完了 那你根本本来做的就不合名义的 那就更不要讲了 那大家转你 就刚好而已啊 就会变这样啊 顶星这一次 在今年这一次没出事之时 我们也没看到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 批评顶星乱搞嘛 也没有嘛 是因为这一次突然觉得好像 大家都很生气的 突然开始我们也看到 哇银行开始给你抽银根了啦 发现到说原来他很多东西是 空手回来买地宝买101 奇怪以前怎么都不讲话 以前顶星做这些都可以 因为他现在因为油出了问题 所以政府跟着我们一起进来打嘛 油价电价奶粉开罐价 这些东西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来一提两面啊 就是说媒体在提出 你认为他是批判也好 你认为他提出质疑也好 你认为他提出提醒也好 但重点是你一个被一个执政者 当你遇到这个的时候 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 我现在一直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长期以来他就认为说 反正你们这些人不会投给我 你永远不会投给我 反正你们媒体在骂我 所以你们讲的都只是在骂我 你不觉得他现在心态就是这个样 他不在乎你里面讲的内容是对或是不对 就像你讲说店价那个部分 台店他讲说 我们不要讲说我今年获利上看200亿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账面上面亏损2000亿 你怎么不看这个 所以我跟你讲不能降价 现在毛泽国上来说 盐益可以降见价 那可以回溯 对啊 那这个部分毛泽国 那你在今天之前你还是个副院长 台店的问题你不知道吗 油价跟奶粉价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毛泽国你是本来就在这个局里面的人 你今天不可能奢望毛泽国 用今天的我推翻昨天的毛泽国嘛 所以我会比较难过的是说 你再回来看你上面所讲的那些 如果今天店价油价跟奶粉开关价是政府 他可以预期预先就解决的 怎么会有后面的那些什么媒体的不友善 如果一个政府已经执政了六年 只因为网路上面人家嫌你几句话 你的政权就垮了 我的老天啊 你的政权 你的基础也太薄弱了吧 薄弱到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讲两句话 然后只要讲你什么 然后所有人都都 对啊 人家讲的对 然后就抹黑你 然后大家都都就相信 没有判断的能力 你觉得可以是这样子吗 我对台北市党部主委 或者是台南市党部主委 不管他是谁的人 这两个所谓的党部主委 都代表是什么意思 他最接近地方 你今天跟着党中央一样的论调 你说党 你如果说党中央的党务主管 今天出来讲说 哎呀 是媒体对我不友善 网均 我都可以理解 我认为因为你不懂 你就是每天在那个小圈圈里面 然后大家高高兴献 吃吃饭喝酒 什么之类 我没有意见 可是地方党部主委 更还有人是选举出身的 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问题不是在媒体跟网路上面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网路 我不要用网均这两个字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网均 骂你都叫做网均吗 我不能理解 当你只觉得说网路只是一个 散布讯息的工具的时候 你玩了 你根本不了解 所以我今天很怕的是说 看到今天有人上来了 讲说 哎呀 我会在我的任内 想办法去跟青年沟通 我要去运用网路的力量 我不懂啊 就说 如果你去看看柯文哲 我让这个郭老师很清楚啊 人家怎么去运用关键字 去搜寻 MG149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有80% 在第一时间里面 关怀柯文哲的人 快直接点到MG149 他透过关键字的方式去搜寻完之后 发现说大家在讨论MG149的时候 比较希望能够有公开透明这四个字 所以他愿意公布他的账户在那边 当他公布之后 第二天开始 你去看网路上面 只要谈到柯文哲了 跟MG149有关 只剩10% 你就知道他成功的用那样的一个关键字的操作 他化解了70%的人 对于他MG149的疑虑 你不要把每一个认为对你不好的人 你就弄一个什么军 什么军 我真的不懂 你什么叫做网军去抹黑你 所有讨论的事情 哪一个不是 不是你告嘛 今天网路上面 有人去抹黑你的文宣 有人去把你文宣编造 如果你有看节目 你就知道每天我们在这边讲 他真的有问题 你就告他 你连告都不敢告 你凭什么今天在什么检讨报告或提出来讲说 就是你们在抹黑我 什么叫做抹黑 今天谁最会善用媒体资源 哪一个政府官员没有透过媒体去放话吗 陈冲要当时做行政院长做好好的 是谁利用媒体放一个叫做党政人士 说陈冲身体不好 叫他下台 不就是你政府执政官员吗 你今天凭什么出来讲说 人家就是只会用网路来抹黑你来批评你 你难道没有用网路作为正正的工具吗 所以这一切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太孙老师 所以这一切变成是执政党 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 尤其像年轻一代 我讲白一点 像刚才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 就是台北市党部主委 对啦 你说落选 某落选中南部县市长 虽然他可以讲说黄明化这些 那个台北市党部主委一定不好讲嘛 因为刚刚画面上你看得到嘛 因为连胜文坐在他后面 是啊 好不好 应该是什么连胜文谢票感恩茶会 类似这种 我听说 年轻人看到那样的一个画面 大家也会觉得 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谢票这么制式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不懂这个世代 到底在想些什么 反正但是只要我输了 或是我错了 就一定都是你们大家 看我不好 嫉妒我 羡慕我 其实国民党不知道怎么样整合 或者利用他既有的资源 刚才也讲到国民党 党产比任何政党都要多嘛 对不对 可是国民党有好好利用这块资源吗 其实没有嘛 就跟当年在大陆 沦陷的时候一样嘛 对不对 他有最好的美式的装备 结果被人家共产党拿这个小米加步枪 就把你打垮了 就把你一个一个点把你围了 然后就把你击垮了 其实国民党还是在重复 以前的一个错误 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好了 国民党有一个 每年预算两亿的智库 对不对 就是国家政策 每年预算两亿的智库 对 你去问问看 智库做出来的研究成果 有接受有被国民党的党团 或者是被国民党的中央 作为一个政策的参考 那么就养一堆人在那边 去领一些 退休以后的这个薪水 所以很多资源就是这样子被浪费掉 所以刚刚讲的 比如说网军好 就算真的有这个网军好了 国民党你自己也可以去培养 对不对 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 去训练一批年轻人 来帮你说话 可是没有 就是就像当年一样 就是最后自己这个分奔离析的 然后被人家这围点打圆的 一点一点的被人家消耗掉 不过这整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老百姓在这次选战 如果说像当陈伟员讲 三年的月一次总结 那陈伟员 你现在看得到这个总结 难道不会再一直一直往下累积到2016吗 你看譬如 油一直当 然后物价没有当 什么时候应该是要由央行总裁来说 难道我们的 因为刚刚讲包括吗 现在的毛院长 他以前是副院长的时候 也是物价稳定小组 这时候不就应该发现油一路 而且不是现在吗 连宏威他们在选钱 就已经在商量 因为油的问题 要不要去反映在电价 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 你现在要等到央行总裁 在报纸上接受采访说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要降一下 反映物价成本 老百姓这时候 每个人都感受到油在跌 但是只有物价不跌 大家都知道 但是政府也没有动作 就这样子啊 这一路愿就会一路再结下去 2016就再来一次 我们就再这样子一次 你讲的都很准确 好那当我没讲 好吧 我讲给你听 这个比如说毛院长 你的起手是很重要 对 如果你要改变大家 你是换了汤也换了药 你今天跟王静平见面的 那一刹那 你就应该讲说 油跟电的事情 我们已经考虑好 我们已经决定 两天内会宣布 新的油价跟电价 OK 漂亮 漂亮吗 漂亮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还是过去的那种反应 所以这种反应 如果持续到2016 我们中央政府 还是你再怎么做事 民众对你无感 随便说我问你一下 降电价是不是国民党立委反应的结果 当然啊 对吧 包括那个101不能卖 我脸书 我脸书只在昨天po一张照片 我是陈学胜 我坚持101留台湾 一个晚上就一万多人点阅 那你想政府的部门反应 真的实在很慢 第二个 这一次地方包围中央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很多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长 新上任的 他会说 我现在很多不能推动的 是因为中央政府不肯配合 比如说以我淘湾来讲 反正已经经过好多年的研议 决定了铁路要高架了 现在郑文探上任说 我们要地下化 如果不能地下化 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不配合我们 我们把中央政府换掉 我一定让你地下化 有没有说服力 一定有说服力 八成人都希望地下化 只是因为财务结构的问题 但他只要讲说 中央换人 我一定让你地下化 2011会不会 陶游会不会再垮一次 当然垮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是中央政府的反应 还是照老套 我们会失分 第二个 地方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属于民进党执政 全部推给中央政府 就说2016换过以后 我给你一个全新的政府 超有说服力 OK来周伟 他已经帮你们想好梗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是中央政府 自己做出来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101这一件事情 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说 顶星居然要把他 私底下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要卖给这个IOI 问题是财政部出来讲 是说他完全不知情 怎么可能不知情 当时候大家认为说 101他的股权要卖出的时候 大家就要求财政部 你要盯住 如果他脱产的时候 如果我们未来所有的诉讼 完全都拿不到钱 要求你就要盯住 结果你现在 他们可以私底下 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然后你都不用去了解 甚至他在投审会 是不是有送案子出来 你们都不了解 说你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情 他可以大赚190亿 甚至缴税才10亿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台湾人民能够接受吗 那你今天财政部 现在才跳出来说 这个财经三巨头说 绝对反对 反对什么劲啊 今天我们必须问的 当时候金管会主委 跟财政部部长 当时候101的经营权 要退出的时候 一开始魏英交绝对不肯 然后中午 就是这么神秘的电话 当时候 曾明中不是当事者吗 那今天财政部长 不是当事者吗 那你今天跟他们 这么好的交情 你今天跟我们讲说 你都不知道 他们要拖出这个股权 谁会相信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今天在整个 顶新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中央政府 让大家觉得 你就是在包庇财团 那大家已经一次 再一次的给你提醒了 连11月29号 都用选票来跟你提醒了 你还是一样 在搞这种乌龙 甚至不是乌龙 我是认为说 应该是知道 而故意不去了解 不去动声色 让他们尸体下去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如果不是媒体爆发出来 今天不是财政部 自己公布的 是媒体爆发出来 他说他不知道 如果不是媒体爆发出来 大家又引发了 更另外一波的明月 你想这些财经首长 会跳出来讲话吗 不可能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立委 会跳出来说绝对反对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个部分 让他脱产出去了 我告诉你 真的2016 国民党不用选 所以恒文我们来看的是 当时鼎星要卖台北101的时候 马政府有可能是知情不报吗 我觉得是不知情 不知情也蛮惨的 不知情也很惨 然后知情不报更惨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的内阁 基本上 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个 我本来就说 因为他不大去找到一个 让我们觉得是 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新面孔 因为现在任何的一个格魁 假如说他真的要来 是真的很有专业 然后很清新 很有创意 我想现在没有人敢跳这个火坑 而且他可能为了因应 因为马上立法院 这次是预算会期 那很多总资讯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个人会希望 现在所谓的安定的内阁 他是为了因应赶快 把这个会期的预算 能够顺利的通过 因为确实这个立法院 应该他是12月底 但一定会加开临时会 把预算处理之后 我强烈建议再做改组 再改组 我强烈建议再做改组 为什么不能改组 因为现在的内阁 其实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那因为他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就是把预算通过 因为不然的话 你今天完全的大改组 然后人又要旷日费时 那另外 我其实我非常期待 就是说 能够这个内阁 是一个战斗性的内阁 很多人都说 你们都说这个内阁不好 毛治国不好 那你说谁吗 找一个人来 你竟然是马英九这么厉害 在这么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找一个人来做隔魁 找一个很好的隔渊 确实也非常困难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现在经过败选之后 包含朱立伦很忧郁 吴志阳也很忧郁 大家都很忧郁 然后都在想说 哇前途茫茫啊 就是2016该怎么办 沉淀心情之后 你要让这些 尤其不管是卸任的 或败选 他们要完全裸退嘛 他们终究是受到你党的栽培 而且你有行政的历练 那当然没错 他们这次是败选 大家就说 哎呀败选之下 你们一定会被人家 那个修理或者那个嘲笑 说这是败选内阁 可是这些人 他们经过民意的洗礼 他们也有非常完整的行政的历练 当过现实首长啊 这些历练就裸退吗 全部裸退吗 如果今天马总统也好 或者是未来的党主席也好 能够真的很大开大合 把这些终身在纳路 包含内阁里面 做战斗的内阁 我刚刚讲就说 你未来对应付立马云 是很痛苦的 你看这些阁员 我跟你讲 有些阁员 就要去应付那个 不要说民进党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 他可能腿都会发抖 又不会 又没有政策辩护的能力 然后又没有经过民意的洗礼 然后到了现在 现在都已经几乎大难了一通 但你推一步 我走一步 包含这油店的价格 你看 不只说像现在 有关油价的部分 日币也在贬值 也很多人讲说 日币贬值 日本进口的货品有降价吗 也没有怎么在降价 除了可能旅游上面 可能有一点优惠 其他也没有降价 所以你也没有经过民意的洗礼 所以我强烈的建议 现在的安宁内阁 只是阶段性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 尤其在整个总预算 他结束之后 再做一次改革 改组 内阁的改组 也未尝不可 OK 我觉得宏威是很有志气 我觉得这个安定内阁 已经自认为是垃圾时间 那他们是中继投手 那宏威还是认为说 2016有一搏的机会 所以事实上这个内阁只求保 你不能自我放弃 不是 我是说他的心态 我当然知道你的志气 我是说这个安定内阁 他只求说 能保多少立委算多少 那对总统恐怕 已经没有志气了 可是宏威志气更高一点 他就这个时候先发要进去 这个不是垃圾时间 他是想要 就是来把先发派出来 当然是这个意思 他当然是这个意思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 大家讲说 当民进党完成 地方包围中央的时候 2016会不会 那个钟摆 就一路就是骨牌下去了 然后包括 还记得吗 在前几天 就是民进党小英主席 带着13个县市首长 在一起发出了 第一个声音是说 希望能够让阿扁 能够保爱就义 能够回去 好 那今天呢 毛内阁第一次成军 成军以后 做出了第一个回应 回应就是 拍谁 那这个恐怕是没有办法照做 好吧 那就可以扩大 包括所谓的鉴定小组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好 这是第一 这是双方斗的第一枪 那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比较好奇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是 刚一开始大家讲到 柯颂慧 OK 柯颂慧的结果 陈伟 柯P会不会如虎添翼 也就是说 其实柯P你会发现 现在不管过程当中 他讲了多少事情 然后会不会在中间 引起大家很广泛的 正面反面的讨论 不管派出所啦 或水库啦 很多这一类的事 可是当宋楚怡 如果他要宋楚怡当首席 宋楚怡没有答应 没有反对 都anyway 但这样子对柯P来讲的话 会不会对于所有的百姓 会觉得说 好歹有老宋加持的话 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柯P最大敌人 是他自己 如果宋楚怡在选前加入 那是增加他的选战的战斗力 OK 可是在选后 柯P你要真心 把宋楚怡当做老师的话 他就可以减少犯错 柯P不要让所有的第三势力 曾经支持他的人 在三个月 全部就对政治灰心 会吗 他有这个能力做到 你觉得他会在三个月以内 大家就会信 单单讲那个翡翠水库 那个铁路的通过 环保团体的反对 这些人我相信 当时在投票的时候 投给柯P的 绝对远超过连胜文 可是柯P做的这个动作 马上就会让很多人 对你的中心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柯P 他以前治理的是 那个小小的 他那个部门 他连台大医院都没有治理过 但是他今天就马上要应付台北这么大的问题 而且他嘴太快 我觉得他今天最大敌人还是那句话是他自己 如果你不断的用这样随机去回答问题 你没有真心把他送出去当你的老师 我最担心是这些第三势力 如果退出这一个政治的话 当然国民党会很开心 2016国民党还有机会一搏 就算刚刚大家很担心说 他会不会嘴巴太快乱讲 我觉得他也可以 也没关系 也可以走出自己的风格 可是他如果去跟这些旧的政治势力 做太紧密的结合 太民性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然后去跟不管是亲民党也好 或者是跟这个民进党也好 去做太紧密的这个结合 最后造成他被这些政党所绑架 那恐怕今天支持他这些年轻人的选票 可能就会离开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走出他一个自己的路 那这条路也许是将来台湾 未来政治上面一个新的气象也说不定 那你看好 对 我认为我愿意再观察他 我愿意再观察他 OK 其实第一季最关键 因为一月就要专案报告 那接下来就市城总资讯 坦白讲台北市议员的水平是很高的 我们这里就一位 那不能随便回答 你市长不能抛砖引玉 你丢出来都要是玉 你抛出来都要是玉 不能抛砖 因为整天抛砖还得了 小那个北宜直点 我真的听到我摔倒在地上 因为北宜直点他那个审八分钟的案 就是2006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被民进党的环保署退回了 那你现在居然主张这个八分钟的案 就审八分钟的案 这表示你对这个政策的历史不了解 所以你看那个 这个真的在选举时候没有讨论过这个案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去见过林冲贤 可是也不知道他跟林冲贤 见面就要谈这个 吓死我了 真的吗 你也吓一跳 因为我们只想到说 有跟朱立伦淡水河共治 还有捷运 双北合作这个可以想到 北纸铁这个真的吓坏人 OK来宏威未来 其实因为今天有媒体就来问我说 请宋主席当首席顾问好不好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我觉得至少宋主席可以教他 多看多听少讲话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上任 其实他已经丢出很多 其实在选前完全是隐藏版的证件 包含说要撤销派出所 包含北一支帖 甚至说包含没有错 台北市的捷运要延伸到基隆 这个其实在选前大家谈过 他现在要另起一条路线 而且这个路线呢 他又很天真地以为说 这五万户 他当时的一个承诺 五万户的这个社会住宅 全部都可以在盖在这个沿线上 那他大概不知道 我们台北市的这个捷运 是大概从规划到核定 大概十年 所以他任期结束之后 这个我看 他那个社会住宅在哪里都不晓得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不停的 我觉得他可能自己觉得 是个点字王上次天文下次地理 也就是说你不大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 你去跟宜兰那个县长谈一谈 然后哇你就立刻成为这个 这个北一支帖的专家 或者你跟林永昌稍微谈一谈 我们两个人 哇正好在志同道合 你都不想这个有关规划问题 他的裁员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就对外宣布 那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施政的风格 如果他延续到他上任之后 他还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非常难接受 那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去请义 是不错的 但是请义我觉得他应该是多听 就是他应该要敞开心胸 多听 然后去消化 而不是多讲 讲完了以后 讲了就错了 错了再改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台北市场 当然现在很多网民也在监督他 那同样的我们做民意代表 当然是监督他 广大的社会大众也都在监督他 除了这个以外 所以这感觉是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我愿意观察他 对不对 那你不要像这老子政治的 比如像马英九 他做错了 他就死不认错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传统政治人物是这样子 那今天出来一个政治人物 他讲出来了 我们大家批评一下 他马上就收回 我开玩笑的 你到底说我赞美他 我赞美他 这种之后是送到 送到市议会去大家市议员讨论 投票通过以后才变成政策嘛 那之前拿来一个脑力激荡一下 有什么不好的呢 不是老师 你这一个礼拜开了多少次玩笑了 这是开玩笑市长吗 这个礼拜 我刚刚讲连续耶 OK 我今天听刘文雄秘书长说了 就是说他今天拜会他也在现场 他说今天确实 一个小时20分钟 都是宋楚瑜宋主席在讲话 然后那个科医师 那个科市长 他是聆听 今天他确实是扮演一个 今天表现很好 对 所以他最后才会说 希望聘我们的宋主席担任首席顾问 OK 其实他是很尊敬宋主席 你看那个姿势 对对对 而且没准算 还见90度举空 他是很尊敬 OK 来人群 对你的感觉 我觉得柯文哲还没有从公车 专用到这件事情学到教训 我其实对杨老师 当然杨老师当然在那个政治上面 在学界上面都有很深的研究 就我自己个人粗浅的看法 11月29号之前你所提的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当成证件 无所谓 你可以不用负责任 11月29号当你出来宣布 我已经当选市长那时候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就叫做政策 为什么 因为代表你评估过 我觉得民众没有办法去接受到说 我只是抛一个议题 风向球出来 我听听大家意见 那要浪费掉多少的社会资源 有很多人会把政策当真 北宜直铁这些我不敢讲 我很懂 好歹注意啦 那里面牵扯到其实有新市政的问题 他就是包含人口 他接下来要怎么分布 所以他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说我要不要过一个水库 那个我会觉得就是说 今天大家会比较担心柯文哲 是你再看看柯文哲这几次争议 都是在他当选市长之后 还没有就任这一个礼拜里面 他所接受媒体访问 所抛出来的议题 那个我觉得是比较害怕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停留在过去 你在未当选之前的那个阶段 我其实我在这个节目我就讲 我第一天我就讲说 柯文哲他只得人家尊敬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上任 他宣布他当选之后 马上开国际记者会 告诉大家他有一些什么想法 包含两岸的问题 他怎么去看待 务实的去面对 我觉得那个时间他做好了 可是你现在再回来看到 很多市政议题上面 你会发现到 他这样的态度 会给他自己造成困扰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台北市民 你可以经得起这种心中才好 你知道吗 你好像在意跟我说 这个你会提出来 大家讨论好了 那他的幕僚该怎么办 很多人其实 你说他今天去宜兰那边 跟林冲贤谈完了 他今天去基隆跟林用昌谈完 林用昌没有期待吗 林冲贤没有期待吗 你今天抛出这样的意气 去替出啊 回来跟你讲 没关系 你们都不行就不行了 那时候你讲那个 那个公车专用道的时候 大家只讲到说 柯文哲讲说 他拿资料再研究看看 可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柯文哲是怎么讲的 我酸金井 郝龙斌就应该反驳我啊 他怎么资料没有拿出来 是不是他觉得我不会当选 所以故意不给我看 那你这种话你讲出来 你已经是个市长当选了 我们讲 你抛议题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先研究资料 还是你先抛完议题之后 我再来等资料再看完 我再来自己打自己就吧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柯文哲 还需要再做调整 OK好 那不管怎么讲的话 总是大家会观察的是 所有的政治人物上任以后 所有的作为看是不是真的符合 民众 民之所欲 常在我心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有收看 接下来请锁进新闻 追追追